那忍不住在这里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特别是有一篇就是李纯恩所写的 因为他所写的是对这个缺失这两个字也拿的评论 因为以讲普通话的人来说 对缺失感情上有所缺失 对这两个字真的是觉得是这个用法实在是有点感到奇怪 那我们看看李纯恩他怎么说 他真的是评论的相当的有趣 他就说这个词用的很奇怪 如果感情上有缺是感情上要去杀 要去要杀感情上又缺又失 那应该是有所补充的 婚姻生活感情缺失 那么有婚外情也就理所当然了 对不对 因为他的感情上有所缺失 要所欺赛 那他就说一段婚姻里面 如果丈夫感情有缺失 要个丈夫可以感情要去杀 那么责任就在太太那边了 那不是他的错 是他太太的问题了 只有太太才会令到他的感情有所缺失 那他说如果这样子而发生了婚外情 就是应该是他太太的错了 那么他说在婚姻之中 感情丈夫有了感情过失 那就是做错事情了 那应该是太太要向他道歉 而不是由这个丈夫来道歉 那他觉得不应该是用缺失 不是感情想要去杀 而是应该怎么说呢 而是说他做错了事情 而是要过失 有过失 那所以那我觉得他说得非常的好 就是说中了讲普通话人的这个心理 因为当我们看到说感情想要去杀 怎么会用去杀来形容感情上的这个问题呢 如果如果他做错了事情 那应该是感情上有所过失 要过失 有过失 这是缺失 去杀缺失 过失 过失 OK好 那在同一个版园里面呢 有另外一位专栏作家 他也说得非常的好 那这一位就是 高慧然 他就说 什么是感情 什么是感情有过失 有过失是 什么是感情有缺失 有缺失是 不如意吗 心有不甘吗 还是心中有一个位置留给了另外一个人呢 大家都对这个到底什么是缺失 大家心中都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那他就说了 他说 可是当有过一腿 有过一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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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了感情缺失呢 整件事情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他说这个如果有一腿性质就不一样了 他说下半身的娱乐就变成了上半身感情的纠葛 纠葛 这个字纠葛 搞情的搞 纠葛 纠葛 不过当然有人用瓜葛啦 瓜葛 你都叫用 搞葛 不过纠葛呢 在广东话里面就比较少用 但是普通话里面呢 我们就通常都会讲纠葛 感情上有所纠葛 他说如果是这个变成了上半身感情的纠葛呢 一个人的娱乐就变成了三个人的狗血故事 这个三个人的狗血故事 为什么特别在这里强调这个狗血故事呢 因为这个说法就很洒狗血 是很普通话 很台湾人一般会用的说 哇你不要大洒狗血 就觉得这种就是你个人的事情嘛 不要在这里要让每个人都牵扯在里面 就变成三个人的狗血故事了 就那种很千丝万缕啊 就通常很非常的纠缠的事情 那就是这个三个人的狗血故事 在广东话里面比较少用 但是呢在这个普通话里面啊 我们通常会用这个三个人的狗血故事 就觉得他们三个人自己的事情 那种纠缠不清的事情 那说出来呢就令人很烦 所以好 那这个关于感情上有所缺失 感情上要去散 在报章上还是有很多的 这个评论跟回响的 那在下个星期的节目里面呢 再跟大家讲 就普通话里面 缺失到底是代表什么 还有什么普通话的用字呢 可以来讲这个感情上的缺失 这个字眼 好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这次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这次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今天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这次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其实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这次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这个大雅的小物鞋